我們現在來到下一個 一個麥茶杯 下一個下麥茶 接下來呢 我們要歡迎到下一個會講者 她是Peggy 她在Youtube上 其實要大家好 你們現在讓我看了 她來分享一下她生意的經驗 大家好 我們來 今天我們先來到了一個麥茶杯 跟各位分享 在Youtube上面的話 有交流的經驗 那首先我想請問大家 你們今天多少時間上Youtube 在哪一天 都在Youtube玩 每天 通夜快可以 啊 三點 所以沒有複雜房喔 那我先可以帶大家來認識一下Youtube 就是Youtube 它是一個 好強烈的影片 分享出來 那它是2015年年 但是Youtube 它在今年的數字數 它每天 裡面 次數一共三十一 然後影片上 每分鐘 就有四八小時 長的影片 正在被上傳 所以相當的 在用心 而同時呢 我們到中國經濟的崛起 所以啊 華語現在成為 先起一股華語的熱潮 學習華語熱潮 啊 所以啊 在做做一個 因為現在全世界 有相當多人 都在鼓勵的學華語 然後就是一共 現在有 約四千萬人在學中文 然後 甚至我就在想說 Youtube跟華語這兩樣 都非常的好 所以我想說 如果我可以在Youtube上面 來教華語的話 應該會很受歡迎 對 然後所以我就是 就是啊 有開了一個Youtube的提到 開了一個account 然後就建立一個Youtube的 他這個提到 我就把他命名為 叫做 那他就主要目的就是 希望能夠 藉由Youtube這個 這個 社交平台 還有自己 影片分享平台 來 用 用影片製作的方式 來 來教學華語 然後呢 可是我 可是我的影片就是 他就主要有分 有分不一樣的 教學功可 因為他的風格不太一樣 剛剛就是 我用情境式 還有主題式的課程 用現場影片的教學方式 來教詢師傑 在學華語的人 怎麼樣來講中文 對 所以 所以現在 所以他情境式的教學呢 就是由我來扮演 這個角色扮演 然後就像幽默 還有搞笑的風格 先有一個 一個短點 來 來介紹這個主題 這個情境 那之後 我會 之後呢 看完這個短片之後 還是由我來解釋 跟情境相關的聲詞 還有他的這個劇型的解釋 所以他可能看了一個短片之後 可能 Chinese take out line 那他們可能學了 看了一個短片之後呢 會學習 就是跟剛剛情境相關的對話 還有一些聲詞 對 那另外一個是主題性的教學 就是會 首先會有一個 跟這個主題相關的短片 來做開頭 那他們看完這個短片 比如說 是不是在學習了 跟過 永遠有關的單字 所以就有一個 Wall Party的短片 那 Wall Party的短片 結束之後 這樣子 可以 有一個相關的聲詞 還有巨型來做 像我就 旁邊也會有一個 很少人 所以我講 挖式 那邊就只有 挖式 挖油 那我現在也 只有加入 大陸的誘導 這樣子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部分 是我聽到是 主動人 Belan City Rights 是 關於著他們 來用影片的方式 來問問 那我也用影片的方式 來做回應 就這樣就形成了一個 有互動的 那種連結網 那第一次就是 我也就是 直做影片來推廣 然後文化到全世界 那原來是 我在介紹 偉對中年節 所以我就在桃園的內部 我就是在那裡想說 我們今天是什麼 中年節 然後什麼 所有這些傳統文化 還有這些習俗 這是代表什麼意思 介紹給觀念者來看 然後我還是 非常喜歡做就是 我很喜歡就是 拍影片來做台灣的美食 因為我個人就是 美食愛好者 所以不能不失 我就知道 新明的牛肉麵 在桃園 中英的新明牛肉麵 然後還有這個錯誤 那YouTube 它上面還有一次 就比較分 它允許就是 觀念者可以來做 步驟來討論 還發表一些 所以呢 許多觀念者 他們都會留言 可能疑問啊 或者是 對你的眼睛來發 來做批評 或者是一些 正面的回應 但是 社群力量都相當大 因為有時候可能 你有 如果你發表一些 後面的言論 你就會受到 整個社群的攻擊 就像這個人 他們可能說 看到Facts 然後全部的 就 就是攻擊 好 所以現在 Bain Easy Chinese到現在 兩年以來 有主席 影片 有5700度位的 來訓練者 然後就是 影片總共的 觀看次數 對 那我自己是認為說 現在就是 因為大家都在用網路 那這個 網路社交平台 這個是 就是讓我們有機會 可以跟全世界 來做網路 來做遊戲 然後就是大家 就用在跨國籍 跨文化 一起來做學習 然後來做討論 一起來討論 就是共有興趣的東西 然後就是 網絡的網站 然後我的影片 可以參加我臉書 還有我的朋友 可以上我那個 AE Teach Chinese 早上 去看一下我的影片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大家臉書好多文喔 請問一下